名副其实的宠妻狂魔 只想当演员不想红 他远比你想象的要清醒 说到王耀庆的名字 相信观众并不陌生 他是知名的影视剧演员 在荧幕上塑造的角色都非常讨人喜欢 他表面不正经 嘻嘻哈哈 可私底下却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 对感情专一的好男人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宠妻狂魔 他和他的妻子从小就认识 长大后就结婚了 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但日子也过得平淡又有滋味 妻子为王耀庆生了两个儿子 一家四口和和美美 王耀庆更是把妻子宠成了公主 他说妻子陪伴了他人生的大半个路途 是他最珍惜的人 王耀庆只好做好移民演员 好好赚钱就好 而且你们估计想不到 王耀庆至今都没有微博 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交给工作室来处理 没有微博的明星 真的是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呀 不得不说 王耀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他拍戏就是为了赚钱 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 与此同时 王耀庆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艺人 也许就是他的这种清醒 才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欢吧 你喜欢王耀庆这位明星吗